好的 廣告回来 继续是我们 ICU168打LOD 第一届比特币世界杯 我们Jason安老师呢 现在是球员兼裁判 继续在这边讲评 最后一个月 安老师怎么出手 既然是球员兼裁判的话呢 想胜出的话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改规则 怎么改 透露一下 谁亏的多 谁得第一名 这厉害 我先让布兰特尔先跑 然后一直跑到 最后一天的时候 改规则 规则变 可以 就安老师能接受吗 这招真的太高明 那作为球员的话呢 我觉得 因为本周啊 我一直认为是延续 上一周的那个 上个月的那个账户 然后就在原基础上做操作 结果不是 结果不是 重新的要注册账户 结果呢 这个大伙呢 都归到500 然后再起步 然后呢 那个所以呢 我昨天刚刚注册好 刚刚注册好 所以没有操作 是来不及 对 你看但有一个狡猾的人 已经操作了 对他已经操作了 然后上涨了4.19 然后估计呢 这4.19的话会被抹去 然后呢 从零开始算 可以 没关系 然后让他先跑一周 让他先提前跑一周 强跑 让他先跑一周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就用三周的时间 然后呢 再这个一点一点蚕食他 蚕食他 那志尚老师 您说这个针对不同的人 要不同的方法 针对布任老师 您用什么方法 布任老师呢 现在他的指营出场 都会比较的迅速 比较的迅速 短打 短打 但是呢 他呢在短打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稍微的 过于小心的一点点 所以说呢 他一般的在整个的上涨 过程当中的话呢 他可能会 呃 抛出 抛出之后 一看行情还有 再进 再抛出 这样的话呢 呃 可能我的操作节奏 如果有趋势性行情的话 我的操作节奏的话呢 可能会 呃 保持一个比较稳定性的一个过程 嗯 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有机会吧 是 最好您要抓住他心不够大这一点 因为您的心比较大 呃 比较野 比较浪 是 你要用 这个 因为上个月您就是因为有点浪 对 收不回来 对 一时输给了Bren老师 对 所以这个月您要再浪一点 但收得回来 对对对 上个月也是 贪玩 然后这个早晨起的稍微晚了一点点 是 结果再一醒来一看 已经面目全非了 啊 夫人没催着您出门 是的 您就不肯出门 是 那这个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至少是改变了策略 不过Bren老师他也预告了 是吧 他说他这个月他要赢你的秘诀就是 你再失误更多他就赢了 好的 没有问题 讲的很狂慌 没问题 对 我希望他们有一点狂慌 然后那个这样的话才 那叫什么 没有血气叫年轻人吗 这是很正常 很正常 像我的年龄 老七红秋的 只能靠稳了 是 又浪又稳的Jason老师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月 这星期Jason老师还来不及开仓 但下星期显然Jason老师已经做好了准备 已经看好目标了 我得看看 因为最近这两天确实太忙 做直播 做节目 确实太忙 然后每天分析行情的话 只能回家之后 然后再看盘 所以说还 目标还没有最终的电影 是 不过一定下星期会开仓吧 是的 是 好的 那我们来期待下星期Jason老师 和Bren老师 两个两大强者的一个正面厮杀的对决 自己人打自己人 一定是会流血的 那我们就在台边做看好戏 好的 好的 谢谢Jason老师 好的 继续是CIX美洲华尔街的压轴 单元美股高峰会和CEO面对面 我是主持人 那我在我旁边的就是上礼拜不在 但是这礼拜马上大家非常想念的温老师 大家好 上礼拜呢温老师跟我们在洛杉矶圣盖博西德顿酒店 也就是中文投资网我们的这个老地方举行了一场非常盛大的一个散户低金的说明会 这是洛杉矶场 那我们来听一下当天就是第一次来很多很多第一次来的一些投资朋友 从来没有参加过中文投资的讲座 但是因为我们散户低金还有想赵温老师要推荐的股票 长线投资理念等等慕名而来的人很多 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在当天听完之后的一些分享 因为我以前没炒过股 对这个炒股啊非常陌生 开始入门 现在认识你们特别高兴 你们都是很专业的一些人员 做股票做了这么多年 以后得好好的向你们学习 今天我特别喜欢哪位老师的风格 最后那位 沃尔网 沃尔网对 那个人我觉得讲的不光是幽默风趣 看来是他经验也很丰富 判断股也比较准 好的看完了这些听众朋友的第一首分享 说最喜欢的是沃尔老师的这个风格 我是吗 是是 我没看 是 你跟我先透露一下 是是是 他们就是很多人都问了 我在心想跟他们交流 最喜欢沃尔老师 然后有一些是听过 杰森老师很厉害的一些粉丝 都有来 就是沃尔老师跟杰森老师最多人的 对 那这次呢 除了我们洛杉矶结束了这场讲座之外 马上我们这周六 也在纽约法拉圣喜来登酒店 沃尔老师会亲自到纽约去 我们一样举行这场散户地金说明会 而且非常厉害的 就是我们来自华尔街投行出身的 这个Alex Hamilton 也会到现场来跟沃尔老师一起 是是 因为我们要办一个散户第一金 同时呢会办一个学院 这个对一些投资人想学这个东西呢 他有一个系统的学习的过程 跟着美国著名大投行的分析师呢 研究这个怎么去研究股票 特别对公司的这个发展 以前大家刚才您在这个节目当中讲到 大家喜欢杰森老师 杰森老师属于交易派 我们是属于投资派 我觉得超过50岁以后的投资朋友呢 都应该是加入投资派 因为这个经历各方面都不行 但是我们呢 我讲过巴菲特80%的财富 来自于50岁之后 所以真正的投资才会赚到大钱 当然杰森老师也会赚到钱 只是就是一些短线的利润 中国人有句话 长线赐金短线赐盈 以前呢我们都比较注重什么 止损啊 这个止盈啊 买交易啊 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真正的机会呢 是发现这个股票的一个价值 然后当这个股票的价值 与市场的 对它的评估产生落差的时候呢 敢于大胆的买进 那么这个经典的案例 可以说成为我们散户第一经 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呢 是CVSI 在10月23号 我们推荐这个股票呢 是到一毛三在两毛三左右 这个公司的营收出现了 这么样的增长 但是股价却出现下滑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投资者对这个公司 产生了错误的评估 以及一些事件呢 造成了投资人的恐慌 那么如果你在两毛三买进的话 今天的价值已经到了4块 最高到9块 也就是说短短的 少少的10万块钱的投资呢 就会获得百万 甚至接近千万的一个财富 这个不是吹的 这个不是吹 是不能可以魔改的 那很多投资朋友 就是我们在周六的时候呢 将会引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这不是我们请来的托 而是真正是我们散户第一经的用户 他赚到钱 而很多散户投资第一经的 其他朋友没有赚到钱 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推荐的股票都是赚钱 也有不赚钱的 但是我觉得只有通过巴菲特投资教育学院 再加上散户第一经 大家才能判断 那么我们从11月5号 10月5号开始呢 我们将会在川普的 40号 川普40号 华尔街 纽交所对面的 华尔街40号 川普大楼 将会招募分析师 然后呢 Neo和Jacky呢将和将我们这次去到纽约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我们这个散户第一经的这一场选股秀 大家可以听说过选美秀选财秀 创业秀 没有听过选股秀 我们选股秀不是说啊 分析师在那个看看图啊就决定买了 不像节省那样 我们会打电话给老板 说我要参观你的厂房 那你的厂房是在德州 有的 今天我碰到在这个 哈雷吾做节目的时候 有一个老板 他的公司是在 LA downtown 但是他的整个的 factory是在德州 所以我们的分析师会跑很多地方 这些钱呢都是因为大家收了会员费以后呢 我们去做为大家做研究 也就是这些分析师是你 私人的分析师 有人听说过私人驾驶员 私人厨师 私人保姆 私人管家 没有听说过私人分析师 这个分析师就是你 我们为你量身打造的一个分析师 所以大家一天呢只要两块钱 两块钱 很多人说开玩笑两块钱 是两块钱 也许大家发给一个tips 也许大家买一杯咖啡 买个面包 但是你这个钱却可以雇用一个 华尔街在纽交所打听消息 最方便的纽交所的 华尔街40号 川普总统的Trump Building 里面29楼 我们有六三到六位分析师 为大家做量身打坐 给大家做一个私人分析师 所有加我微信的朋友将会获得这一本 非常印刷精美的 散户第一金的 嫩磨骨的150股名单 前周二我在旧金山与周小姐做节目的时候 他非要把这本说拿去 刚刚说十块钱 因为他这个他说两百块我就买 因为这个你看这个纸都非常好 然后他的名单呢 里面如果说是把150个股票全背熟了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有发财的机会 对 是因为这个是我们散户第一金 整个研究团队研究出来的 然后现在事实证明 经过了一整年 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 完全是跑赢的 这个标普大盘的这个收益率 所以在王老师的带领下 整个团队分析师的 全员的一个努力 那加上我们之后还会有些 实境秀的一整个推出 是一整套的这个服务 所以相信呢 绝对可以帮到许许多多 散户的投资朋友 散户第一金呢 就是要帮大家赚到 这个散户投资的第一桶金 对另外我们在 在做完纽约法拉盛以后 我们会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在温哥华 也有我们的办公室 然后我们可以收加币 我们也会去温哥华 还会在纽约的曼哈顿 举办讲座 这是可能十月底 还会在洛杉矶再度 开办一个讲座 这是我们全年的一个 到2018年年底 之前的一个计划 欢迎大家密切注意 我们的每周华尔街节目 是的 所以像我知道很多凤凰的观众 是来自加大朋友 大家不用担心 温文老师今年也会到加拿大 来跟大家见面 所以敬请期待 也要锁定每周的每周华尔街 以上就是这星期的每周华尔街 我们下周再见